什么是NMN? NMN是烟纤氨氨核肝酸 Nucotinamide Manonucleotide的简称 分子量334.2192 它是人体内固有的物质 也富含在一些水果和蔬菜中 在人体中NMN是NAD加的前提 其功能是通过NAD加体现 NMN和NAD加的代谢是联系在一起的 NMN是由哈佛大学的大卫·辛克莱尔实验室初步发现 NMN是唯一经国际三大顶级权威学术刊物Sense Nicher Cell研究实证的具有逆转衰老功能的细胞因子 可以启动人体已知的七个抗衰老蛋白活力 是目前科学已知的最全面 功能最强大的细胞抗衰因子 被认为是现阶段最能控制人类老化的物质 哈佛大学衰老生物机制 从莱夫克勒中心主任博士研究发现 NMN逆转了衰老 身体状态六十多岁的小鼠 饮用含有NMN的水溢周后 身体状态达到二十岁状态 服用NMN的小鼠 寿命延长百分之二十 自此NMN即被称为长生不老药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香港首富李嘉腾先生 在不用美国一款 还有NMN的补充季后表示 感觉回到二十岁 随即投资了两亿元港币 打造NMN可能存在的延缓衰老效性 研发出相关产品 逐渐成为人们寄予长寿的希望 我可能试过了 你说你投资 Facebook开头投资1200万 现在刚才我们二千万万 那如果他不喜欢这个产品 他不愿意的 那他会不会投资这个 哈佛医学院博士 Terry Sinclair教授 在iTech竞赛中 凭借对一个生物学问题的解决方案 NAD加前提NMN 能直接修复 由于辐射暴露或衰老导致的DNA损伤 依而获得大奖 我哈佛大学做的研究 第二个研究报告 登在Science期刊上 科学杂志是全队最好的杂志 它运登记不证明证 真的第三个 NASA进来 NASA把iTech奖 搬给了这个团队 由于NAD加前提NMN 能直接修复由于辐射暴露或衰老导致的DNA损伤 美国泰国总署 NASA 也选择NMN来抵抗辐射 辐射不仅是航天员面临的问题 国外很多和辐射相关的从业者 都会主动补充NMN来抵抗衰老 比如说实验室工作 有辐射风险的相关科研人员 硬件工程师 飞行员 空姐 经常履行空中的企业主 经常曝晒的户外工作者